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女孩子不听你解释就跟你分手 说明还有后续 你知道吗 赞路 唯一脸不教你的 代价就是他不让我告诉你今晚他的女伴是谁 看来今晚有惊喜呀 我听说你带了好多衣服 我得去挑衣服了 那个是给博物馆做展览的 你别乱动啊 你这丫头怎么 真不先折腾 从这里穿过去就能避开外面的人 咱们俩小声点 好 有人有人 我看见有人 什么有人 你吓我一跳 这是前程新开业的怎么会有人 你别吓人啊 我 我肯定看到那个红色的影子 红色的影子那肯定就是礼服啊 吓自己 你还真是活泼啊 你还真是活泼啊 这位是你朋友 这是我从小一长大的发小 她是个医生 医生 胆子这么小还能当医生啊 医生就不能怕鬼啊 快快快快快快 刀夫人 您在这儿干嘛呀 少爷要把这些服装送到博物馆 我想来挑几件漂亮的衣服 正好听到了动静 我以为是小偷 想不到 是你们俩 可是 您就 直接都拿走吗 当然 可是 整个亲爱都是我的 好了 我的问题回答了 现在赶紧告诉我了 你为什么来 我 我带她来参观一下 太漂亮了是吧 参观 参观庆典 如果你想参观庆典 跟他们三个钟 随便一个说一声都可以来 为什么要 偷偷地来啊 小酷包 你说 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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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就是跟 她来找男 男人 前男友 前男友啊 看来我好像错过了很多呀 可是不管是找男人 还是前男友 就你们现在这副鬼样子 好吧 跟我来 快点 夫人 这三位呢 是服装师 化妆师 跟发型师 都是我亲手调教出来的孩子 水准之上 这两位是我朋友 拿出你们的本事 待会儿 我要带他们去参加晚宴 时间一小时 好吗 是 好吗 咱们 好的 好吗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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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